有一个很富有的人,一个富人 他的儿子呢,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走失了,不见了 这个富翁呢,十分挂念他的孩子 有一天呢,这个富翁在马路上走,看到有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呢,他盯着他看 越看,越觉得脸熟 最后他认出了,这个乞丐是他失散多年的孩子 他正想把这个小孩子叫过来跟他相认 但是儿子因为常年流浪,在马路边上 受到别人的欺负,侮辱惯了 他误会了,以为这个富翁啊 叫他过来,又要侮辱他,像其他人一样 富翁见他走得,这个富翁因为走得太急了 儿子一看,这么个急,人急冲冲的过来 以为要把他抓起来见官,他又逃走了 这个富翁非常的伤心 最后他想出一条妙计 他就说,来,找一个人去把我的儿子找来 我给他有一个工作,让他有一个新的环境 这个儿子以为有工作了,就去上班了 每天上班的时候,这个富翁就在窗户上 看着自己的孩子,又不敢相认 守望着他,而且慢慢的提升他的职位 这个孩子非常胜任,越做越好 富翁觉得,嗯,时机成熟了 就召集了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 把秘密公开,告诉他们 这就是我的儿子,失散多年的 儿子知道了之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也敢向父亲相认 这个时候,父子含泪团聚 这个故事告诉你们 儿子就是我们众生 父翁就是我们的佛陀 众生在人间长期的生死轮回 早已忘记自己成佛的本性 受在人间的苦难 并造下了恶因 佛陀知因果救众生 告诉我们众生 你们都可以找到一条路 让你们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 佛以身作者 也以种种的妙法引导众生 让我们离苦得乐 止恶向善 努力精进 以至成佛 观世音菩萨也是看到了我们 在人间吃苦 但是又在不停的造业 用无上菩提微妙圣圣罚 救度众生 所以我们要觉悟 我们要早日超脱 六道轮回 回到天上 父母亲的怀抱中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贝 容颜连花生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想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